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孙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您走进社区当中 为了要关怀社区内的长辈 有许多地方都推出了 共食或是送餐的服务 但是在男子区的家常里内 还多了一项特色 旅长特别请来在里内 擅长烹饪的礼民 趁着在帮长辈准备餐点的时候 也是一堂烹饪课 将香菇等食材馅料 放入锅中大火快炒 再添加适量的素蚝油酱料爆香 男子区家常里厨艺教学 开客楼 去要爆给他那个香菇一起爆香 里内有这样一个厨艺的人 尤其是长辈 我们也应用长辈的一个人力资源 也就是说他们在家里 有一些厨艺对不对 有时候现在都是年轻人 他也不在家里用餐 然后就说我们让长辈 也来这边展现一下 让他重拾他以前的一些自信 不花钱从外面骑老师 而是找来社区内的烹饪高手 轮流指导拿手搞菜 原来这每周固定一堂的 美食教学课程 也是里内婆婆妈妈的厨艺 交流时间 这长辈很厉害 好 老婆 我是要铺茶 厨艺跟我说 就要怎么放油 怎么放 菜煲两个要怎么煮 厨厨的人回去煮 对啊 有厨到吗 厨到吗 厨到吗 没有啦 有啊 厨到什么 厨到他菜煲炒两个 虽然本身就很会煮 不过亲自体验学习 还是有心收获 特别的是学员几乎 都是长辈 像我们刚才有八十几岁的妈妈 因为她以前真的是 身体不是说状况很好 可是从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以后 她就很难 每个礼拜都蛮期待说 礼拜四赶快到 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 所以从他们的身上 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快乐 而且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这样子 特别邀来关怀战共餐 除了照顾到银法族的饮食状况 也达到联谊 交朋友的效果 好高兴 好高兴 为什么 因为 就是一两个人 少数的人吃饭 根本是很普通的 大家在一起 就是难得的 比较深色 比较浅 比较深色 比较好 好不好吃 咔咔 我们礼拜四都来 那我们也不鼓励是说 你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 你活动中心有什么好康的 你才过来 所以我们就说 让大家 使用者互惠 让大家就说 就说 搅个三十块的一个 一试一试 然后 大家也觉得说 我也不会不好意思 来吃海边节 让大家来这边联谊 他们也觉得也很高兴 这样子 也吃得比较自在 热腾腾料有多的 素食稀饭 菜本能 几道简单的家常菜 有浓浓 人情味飘香 港东新闻物质员公路友 采访报道